台东城公镇11号深夜11点多发生一起住宅火警 当时屋主温馨一家人都还在睡梦当中浑然不觉 索性邻居发现之后赶快报案 警方赶紧现场协助住户撤出 不过60多岁的老太太居然独自留在厨房试图要灭火 警方赶快把她给带离 而整栋建筑一分钟不到就陷入一片火海 先出来先出来 60多岁的阿嬷边哭边被警方带离已经布满浓烟的厨房 这在逃出门外几秒钟后 厨房连同整栋建筑物 瞬间被熊熊大火吞噬 景象触目惊心 今年的住宅火警就发生在台东城公镇美山社区 11号深夜11点多 当时还在睡梦中的屋主温馨一家人 浑然不觉家中已经失火 还好邻居及时发现通报警销 并叫醒了住户一家人赶紧逃离 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屋内清空无人时 就才突然发现60多岁的阿嬷还留在厨房 想要自行扑灭火事 先出来先出来 立即进屋将阿嬷代理撤出 并以其他家人撤离至安全区 消防人员拉起水线朝建筑物涉水灌旧 火事也在不久后顺利被扑灭 至于详细的熄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检定调查 而消防局也呼吁民众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才能在火灾发生时及早发现 保障安全避免伤亡 接下来会成功正报道 都出来了 感谢观看